叫做布林餅 其實比奇惠的還沒 對啊 奇惠應該不會生氣的啦 做人流一線 日後好相見 裡面還是有一些人生的哲學在裡面 TITANS No No 世界 Kitchen 歡迎收看 TITANS 世界的Kitchen 我是邱永 今天我們來做一道俄羅斯 它是在慶典上面都會要吃的一道菜 叫做布林餅 最剛開始的布林餅 它裡面加的是魚子醬跟鮭魚卵 那我們今天的話 我們來教大家做兩種口味 跟剛剛講的都沒有關係 但是這些內餡 在現在的俄羅斯也是吃得到的 好我們現在來先做布林餅的 餅皮的部分 低筋麵粉我們過篩了 牛奶 先攪勻 不要把全部的水分都倒進去 你會比較好容易攪散 鮮奶油 那我們今天這個做法有稍微減糖 俄羅斯的話 它的甜的糖分會加得更多 一顆雞蛋 剩下來的食材就很簡單 就是簡單的調味 橄欖油 這時候我們麵糊就做好了 我們就可以來煎我們的布林餅啦 再我們就把它放下來 然後就把它推開 當然你推得越快它越薄 像這樣 很圓耶 可以說嗎 我覺得比齊惠的還美 齊惠應該不會生氣的啦 已經很專業了 俄羅斯 其實煎單麵就可以 那當然你也可以反過來稍微煎一下 它的那個香氣會比較好一些啦 哇哎唷 好美喔 它真的很像外面老闆 老闆 老闆來兩高了 怎麼又變成泰國的香蕉煎餅 對不起對不起 我們現在在俄羅斯好嗎 看 觀眾現在可能覺得有點匪夷所思 可是因為大家最近就是很想看到 很想看到它 奇怪幹嘛要看它 什麼態度啊 對啊 什麼態度 我也是為了一個藝人粉絲的夢想 特別來做一下這道菜喔 對 所以我們先 世界世界世界 你不要擋到我了 好我們來看看網導試試看 一匙 一匙 好可以開它 對 不錯喔 差不多差不多 而且為什麼你湯上面還有一些麵糊啊 沒有就是一點 我們就是做人要留一點點給自己 做人留一線 對 日後好相見 所以我們在做菜的時候 裡面還是有一些人生的哲學在裡面 不要把它弄破喔 好不好 好 可以可以可以 不要 可以的 用手 加油 王導 可以 不錯喔 你看 只破兩個洞而已 比我想像中還好 好可以啦 來 那我們謝謝王導 對 拍兩下就好 好 現在我們來做 鹹的洋蔥 加點蒜 稍微炒香 火腿 這時候香氣出來 真熟的馬鈴薯 牛奶 我們把它給壓成泥狀 那當然你帶一點點顆粒 我覺得也OK 然後我們來調味一下 一點點鹽 然後這時候我們加上起司 起司下去稍微有點濃稠 我覺得就可以關火了 這是我們第一個餡料 現在我們來做第二個餡料 第二種餡料就非常的簡單 我們用到鮮奶油起司 然後我們這邊加上酸豆 燻鮭魚 那你這邊的話 其實換成鮪魚罐頭 也是很方便 小番茄切成丁狀 好我們就把它拌一拌 這個餡料就完成了 非常非常的簡單 我們就可以來組裝啦 戰鬥民族在節慶都會吃的布林餅 趕快自己學起來 然後做給自己的親朋好友吃吧 耶 耶 大家如果補我破 可以不用再去嗎 你要補也可以 只是說 就好像衣服這邊補過以後 他就是有一個洞在那邊 對 想要摸王島嗎 欸欸欸 喔 欸唷 沒有我覺得大家平常喜歡摸 王島平常沒有在練喔 哈哈哈哈